为人守过孝 难道是傅家有长辈膝下无子 让他去尽孝 傅家来了不少的人 这些日子都在处理后事 同意就不说这个了 傅同文立身 将这话接过去 陪三哥出去走走 日头考晒的时辰 要去哪里 沈西看傅同文兴致不错 不想坏了他的好心情 他们要走时 去讨药水的人也回来了 白色的小塑料瓶 没贴白纸的标签 是医院那颗自己配的药 沈西拧开药瓶 一口引进 傅同文端详小药瓶 身子不舒服就好好调养 不要涂医时的快 喝些猛药 他把玻璃瓶拿走 头回见你吃药 收着药瓶 留个念下 从没见过 要收药瓶做留念的 回去要洗洗的 终归还是要 这个不必你说 万安是个爱干净的孩子 只要我拿回去的东西 他都要烧开水烫的 嗯 看出来了 自他搬到公寓 万安从早到晚 都在打扫坊间 连楼梯和墙壁之间的缝隙 都会用湿布 每日抹一遍 起先沈希以为是傅同文毛病多 后来被万安明里暗里 嫌弃自己衣服洗得不干净后 发现是这个孩子有强迫症 傅同文带他去了 他在上海的一间私厂 厂房高厂 粉刷灰白的梁柱当中 成牌的骚丝机 由东向西 有几十台 男工头们都穿着白色的长褂 在骚丝机旁监管着女工劳作 工厂管事的人 带他们参观了三间这样的厂房 在和傅同文细数着 这月出口生丝的数量 还有和棉纱厂之间的业务往来 沈西在机器运转的声响里 想到当初他和傅同文从纽约逃命 在一间废弃厂房里有缝纫机的往事 傅同文对实业的热情 从一支别在西装口袋上的钢笔 一台废弃无用的缝纫机 到今日他参观的这个厮厂 从未减退 傅同文是头一回进厂房 大家没见过背后大老板 见一个穿着长裤 双臂衬衫挽着的公子哥 手里握着一把提了字的折扇 再给身边的一位小姐删风凉 厂房里的男人 都是把女孩子当事脚下的泥 越有钱 喝过羊墨水的有钱家少爷 大学教授才喜欢把女孩子捧在手心里 大伙平日里没见过 也无缘接触到在西餐厅和戏园子里 流连忘返的公子少爷 不容易见到一对活的 可劲地丑 三哥 沈夕还以为是自己熬了多日 面色不佳 引人侧目 他们一直看 我们还是出去吧 别耽误人家做工了 傅同文一笑 耳语 自家生意 耽误得起 光天化日 呼出的热气 都在沈夕耳后了 沈夕用手肘顶开她 穿着白挂的中年男人 挺直腰板子 高声说 这就是我们私厂的老板了 大伙叫三爷三少奶奶 女工和工头们 马上停工 纷纷叫着三爷三少奶奶 沈夕局促着 和傅同文对视 傅同文偏爱看她的不是 慷慨地让管家 按人份发银元 一人三块 说是太太傻的 是 三爷 管事的答应着 厂房闷热 他们没多会儿 走到厂房外 仓库门前 工头门的孩子 在泼水玩 大一点的抱着铜盆 小一点的孩子们 把小手在水里拘水 互相泼到对方身上 是玩耍 也是消暑 傅同文在和管事的交代公事 沈夕立在几步远的地方 看小孩子玩 她最大的优点就是 做什么都一心一意 连看小孩玩水 也不例外 傅同文挥手 管事地退下 毫无征兆地 傅同文到她背后去 双臂还住她的腰 热 沈夕挣扎 傅同文用了力 抱得格外惬意 手臂压着手臂 置得沈夕动弹不得 傅同文的脉搏 在她的手背上跳动着 沈夕似乎对她的脉搏很是敏感 默默给她计算着心跳频率 带你来看场子是顺路的 傅同文轻声说 稍后你陪我去接个人 接谁 傅同文笑而不语 这个人 今日真喜欢卖关子 可能是因为上回在车站 接小五爷的经历 让他对接人这档子事 有了心理阴影 心里不踏实着 是你家的客人 来吊咽你父亲的 也是 也不是 去哪里接啊 惠中饭店 傅同文反问他 当年的万国禁烟会 你知道吗 就是在那儿开的 在惠中厅 我知道 当初我买了船票 差点去英国留洋时 就住在那间饭店 沈夕回忆 船期一直定不下来 没想到袁世凯直接退位了 就留在了上海 是心里舍不得三哥才留下的 傅同文笑 揭穿他 那些孩子也笑 不是要接人吗 走吧 沈夕掉头就走 等等 傅同文换来管事的 要了把黑色的雨伞 这里的厂房不举紧凑 路窄 轿车开不近 两人入厂是走的 沈夕被晒得脸通红 回去时 傅同文长了记性 准备好了遮阳 避日的务事 路狭窄不平 两人都走得慢 没多会儿 沈夕环顾四周 你说 外人看过来 会觉得我们精神出了问题吗 恋爱男女在细雨中 撑着伞 鱼河畔漫步 那是文人情趣 可他们在艳阳下 厂房旁的泥路上 轻咬指扇 撑着把鱼伞 工人们嘴上叫三爷三少奶奶 私底下肯定要说 这两位是浪荡公子 傻小姐 不分场合 卖弄风情 傅同文也觉有损名声 把伞收了 伞丢给身后人 试不成梯头 没伞 舍不得沈夕被晒 只得用折扇 挡在她的额头前 做了片阴影 闲闲地说 女孩子经不起晒 这一点 三哥是懂的 这男人 不说点风流俏皮话 还真不是他了 在去饭店的路途中 傅同文终于 把带他看私厂的缘由 讲了出来 这私厂 黄老板眼馋了许久 今天早晨 才签了合同 把我手上的股份 都送给了他 在上海做生意 要进贡股份 给青帮的几个老板 这早是约定成俗的规矩 各个老板 每年光是手里 上百家企业股份的风红 就是数百万的入账 傅同文曾给沈希讲过 但没提过 有直接送场子的先例 这种大型规模的私厂 做出来不容易 生思远消海外 不管货源还是客源 都已经稳定 说白了 就是送了个 不用分心费神经营的 聚宝盆给人家 可惜了 傅同文轻轻一叹 不是可惜 私厂的效益和价值 而是可惜 把他给到 不懂的人手里 糟蹋了好东西 你有求于他 我需要他们帮我办一件事 是十分要紧的事 非他们轻帮不可 出了什么事 没等沈希问 傅同文给了解释 我六妹回来了 在会中饭店 我要带你去见的 就是她 六妹 沈希记起那个女孩 几面之缘 是傅同串 异母同胞的亲妹妹 傅同文让父亲 签署遗产分配协议时 提到过她 是被送给了一位司令 做十六姨太 沈希觉得 这是傅同文的伤心事 不曾追问过 只是悄悄地 从谭庆相那里 了解了一点边角料 据说 那位司令年纪偏大 又在远离京城的西北 听说 还有虐打妻儿的名声 总之是门坏亲事 自从六小姐嫁过去 再没回过门 被看管得很严 算和傅家断了联系 傅同文一直在想办法要见她 都没能成功 父亲病逝后的第二天 我发了电报去 让六妹来上海 傅同文很是感慨 昨天夜里到的上海 没有见任何人 今天下午 调研结束就会早 看管得这么严 连家人也不许见 事情比谭庆相说的还严重 我现在能去见她 也是用钱做了疏通 所以你要黄老板做的事 和她有关 傅同文默认了 车到了惠中饭店大门外 两人的谈话也告一段落 外滩码头这里 这间饭店是最醒目的建筑物 主要因为它外墙用了大胆的红白配色 外墙纯白粉刷 窗户边缘却用红砖镶嵌 别说是在白天 就算在夜里也能一眼识别 饭店从转门到内部护墙 楼梯和栏杆 立柱都是全木装修 水晶灯终日不灭 沈熙初次来 领她去房间的服务生 就在自豪地说 这间饭店招待的都是大人物 是最高档的饭店 连酒店内的电梯都是全上海第一个安装使用的 沈熙对这些不感兴趣 当那个服务生说起万国金烟会和孙中山 任临时大总统都在这里 才宁神去听了几句 她当时选择住这里是因为贵 会避免许多的麻烦 后来她决定留在上海从医 再没来过 也是因为贵 两人进了饭店 换来一位服务生引路 去了招待内部住客的屋顶花园 此时正逢下午茶时间 花园里一半满座 因为没有足够的遮阳伞 另一半的花园内 桌椅都暴晒在阳光下 自然无人去坐 傅清禾坐在最远的 临近边缘的那一把遮阳伞下 穿戴得花团紧簇 翠玉的耳坠 沉甸甸地垂坠在脸旁 是富贵 可却和这里格格不入 过时的发际将那张脸 趁老了十岁 看到傅同文的一刻 她手里的茶杯明显一清 双眼终是有了一丝喜气 三哥 傅同文递给自己人一个眼色 为首的一个从怀里掏出一叠纸钞 递给守着傅清禾的两个军官 那两个军官是看守十六姨太的 但也知道 今天姨太太看见的是个大人物 既然收了钱 又是在上海 在别人的地盘上 识相的没多的话 赞从傅同文视线里消失了 六小姐认出沈夕 正中着瞧瞧她 再瞧傅同文 这回真要叫嫂子了吧 早该改口了 傅同文笑着 为沈夕拉开一把椅子 等她坐下后 自己才落座 小五在医院里 我先去看了她 我先去看了她 才来见了你 五哥怎么了 傅清禾担心着 话音忽然耿住 是病了吗 她是从南方赶来给父亲 掉咽的吗 是在战场上受了伤 你嫂子给她做了手术 命保住了 丢了右腿 都是我害的 若不是她当众反对我的婚事 也不会被父亲送去战场 当年被抢刑定亲 正是新年后 生母刚才病逝 平日最维护她的傅同文 是重病在身 生死未卜 别房的姨娘和兄弟姐妹 都冷眼旁观 恨不得早早送走 少分一份家产 唯有五哥据礼力争 还出手揍了上门送聘礼的军官 由此 本在北京谋事的五哥 被父亲迁怒 送去了南方战场 他以为 凭五哥的本事和胆色 定会在南方闯出一番天地 没曾想 今日听到这种消息 这两年 伟生个老头子的委屈 还有满腔思乡情绪 都在傅同文面前 表露了出来 沈西递过去一方手帕 他含泪皆了 沉默是泪 不敢痛哭 怕给傅同文惹麻烦 屋顶花园 视野开阔 临江 风拥护面吹来 夹带着潮气 有阵雨的征兆 傅同文 凝住着面前的六妹 低声问 你是否有了孩子 六小姐摇头 含泪笑 三哥 还是顾着自己的婚事吧 想做舅舅 也不要指望我 如此最好 傅同文 拿起桌上白瓷茶壶 缓缓地 为他的白瓷杯里 注入茶水 那再告诉三哥 你是否想要回来 平静得像是闲谈 却是平地惊雷 六小姐将着手臂 转着沈溪赠她的手帕 帕子被扭出 深浅不一的褶子 她不敢深想 傅同文话中的含义 在她嫁去的地方 姨太太想逃 只有一个命运 被枪毙 这是最好的死法 他们不会成全我 傅同文笑了声 他们不会 三哥会 冥冥中 像在迎合她似的 临坐两位外籍女孩子 被一位绅士 逗得发笑 不远处 有人吩咐服务生 把遮阳伞挪一挪 日落西斜 正当景色好 一桌提了要求 临坐的客人们 都跟着要求着 屋顶上的三个服务生 被几桌客人指使得 团团转 喧闹四起 唯独这里 静得害人 傅清和内心挣扎着 一面想逃离 一面怕自己给 傅同文带去灾祸 他来不及再开口 监看他的两个军官 回来了 按行程 傅清和先要去公馆里 给父亲上香磕头 再乘汽车离开上海 昨夜里到的 傍晚就走 这样紧张的安排 让傅清和去医院 探望小五爷的时间也没有 这就是如此的行程 也是人家卖了傅同文 一个天大的面子 再有奔丧的借口 才成型的 其中一位军官 受了自家司令的吩咐 陪傅同文 寒暄了两三句后 催促十六姨太回房 自从他们出现 傅同文 再没提方才的话 傅清和心中不安 不晓得傅同文 是放弃了 还是真的会做什么安排 他掩饰地 引进瓷杯里的红茶 傅同文在分别前 对他伸出双臂 六小姐迟疑一秒后 扑到他的怀里 三哥 傅同文在用拥抱告诉他 一切未变 等着回家 有三哥在 就有家 对沈夕 对小五爷 对现在他怀里的傅清和 都是如此 沈夕眼眶湿润 目送傅清和的背影消失 默默祈祷 私场能换来一个好结果 傅同文却好像 没事人似的 两手斜插在裤带里 欠了身 低声笑问 我们去徐园好不好 今晚有明卷 黄老板包的场子 嗯 沈夕会心一笑 这是黄老板得了天大的好处 再给傅同文吃饱心丸 要在今夜 把这事彻底办完了 今夜这场戏 是戏台上忠孝结议 戏台下手足深情 更是醉翁之意不再久 戏迷之心不再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